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偏偏有这样一个男人 他居然在41岁时选择了出家 独留妻子孤身戴娃16年之久 而且还与赵雅之有着难以气齿的关系 而这个男人正是曾经的当红明星黄元申 只是如今多年过去 他的生活怎么样了 当年又是为何要做出那个选择呢 1948年 黄元申生于上海一个读书人的家庭 自小家境贫寒 全家只好去香港谋生 他作为家里最大的一个孩子 也早早地扛下了家中的重担 将为弟妹抚养长大 后来 黄元申为求身体强壮 便拜入师傅门下 因勤勉机智 练就一身好功夫 并以优秀的表现 考入加拿大大学的土木工程系和纽约的工程学专业 但因为家庭条件所限 他们能如愿以偿地出国 作为一名艺人 黄元申从小就有一个梦 23岁那年 他便报名参加少时的无限艺人训练班 六千余名学生当中 选了六十名学生 黄元申便是其中一个 从那以后 他便踏上了自己的事业 在他出道后 与梁小龙等人一起出演一部动作大片《恶虎狂龙》 后来又出演了陆小凤 绝带双娇等等 被粉丝誉为英气其外 灵秀其内 然而 这些和他之后所出演的《大侠霍元甲》相比 还是小无间大无了 33岁那年 他接到徐晓明导演的邀请 想与他合作一部以《霍元甲》为题材的电影 本以为黄元申会满口答应 可没想到他竟然拒绝了 原因是不想剃头发 看到自己好不容易找来的男主角就要跑走了 徐晓明只好做出让步 让黄元申留下一个短发的造型 继续出演《霍元甲》 可万万没想到 《大侠霍元甲》播出后 直接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经典作品之一 与此同时 黄元申也迎来了事业巅峰期 而俗话说得好 人幸运的时候 事业不仅会顺利 爱情也会来得很快 在出演《霍元甲》之前 黄元申就遇到了自己最心爱的女人石倩宇 两人是在1975年林郑结婚的 感情一直以来都很平稳幸福 而另一边 刚满21岁的赵雅芝也嫁给了大10岁的黄汉伟 1977年 黄元申刚当上爸爸不久 就进入了大报复巨组 在这里 他认识了赵雅芝 那时候的赵雅芝虽然也刚成为妈妈 但依然盖不住身上那优雅的气质 不过黄元申对他并没有起歪心思 只是觉得这个女孩很好看罢了 原本以为他们只是彼此间的过客 可没想到一年后 两人再次相遇了 1978年 黄元申和赵雅芝在《波索大牙拆错谷》剧组再次相遇 那时候 赵雅芝还是个出出茅庐的新人 有很多不懂的问题经常找他请教 他也很谦虚 无论是动作还是演技 都给到了赵雅芝很多帮助 一来二去 两人的关系就变得暧昧很多 1979年11月 突然有多家媒体爆出黄元申和赵雅芝恋爱的消息 此时也瞬间让两个家庭遭到了重大打击 石谦渝开始频繁跟黄元申吵架 甚至还闹到了黄家父母那里 可黄家父母看着石谦渝一把鼻涕一把力的告状 不仅没表态 反而对他说了句 你也该长大了 要多去理解一下原申 其实石谦渝刚和黄元申在一起的时候 黄家父母就不同意 因为当时的石谦渝太年轻 不会做家务 也不会讨公婆欢心 所以公婆一度觉得她太幼稚 丈夫传绯闻 公婆不顺心 心灰意冷的石谦渝当天就带着儿子回了娘家 可作为丈夫的黄元申根本不知道此事 当她下班回家后 发现妻儿都不在 东西也被打包走了 她瞬间冒出一层冷汗 黄元申心里其实是有妻子的 她不希望因为这些事影响到他们夫妻间的感情 于是她打听到妻儿回了娘家 就立刻坐上当天的飞机去往台湾 向石谦渝道了歉 石谦渝也是个好说话的人 她告诉黄元申 以后不要和赵雅之合作 否则就离婚 黄元申欣然答应 原本以为此闹局会告一段落 可没想到 在后来石谦渝整理衣物的时候 发现黄元申口袋里装着一封情书 这封情书落款是一个之字 那一刻石谦渝崩溃了 她不甘心就这样认输 更不甘心自己的婚姻就此灰飞烟灭 于是她将此事告诉了记者 并且很明白地称 我和黄元申之间确实出了一些问题 有第三者介入 石谦渝的话 直接让黄元申和赵雅之站在了风口浪尖处 与此同时 赵雅之的丈夫黄汉伟也知道了此事 与赵雅之大吵了一架 1980年 赵雅之生下第二个儿子 原本她想着生完这个孩子 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或许会有所缓和 可没想到两人最后还是离了婚 之后为了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赵雅之和黄汉伟还打了很久的官司 或许是想维护自己的名誉 也或许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庭 从那之后 黄元申和赵雅之的联系少之又少 到了1983年 赵雅之和黄景深交往 结婚后没过多久又生下了一个儿子 而另一边的石谦渝也为黄元申添了一个女儿 凑成了一个好字 眼看着黄元申和赵雅之没了关系 可没想到赵雅之的前夫黄汉伟又跳了出来 他在和记者朋友聊天诉苦的时候 无意间透露出黄元申和赵雅之曾经的暧昧过往 一时之间 黄元申和赵雅之的陈情旧事再次被翻了出来 与此同时 吴君如也公然称 我不喜欢赵雅之 因为很多年前 他在有家事的情况下 还和黄元申有亲密互动 因此他老公很不满意 然而 好巧不巧的是 41岁的黄元申突然宣布自己要出家 或许是时间太过巧合 无数人都开始猜测 黄元申是因为迷恋赵雅之所以才出家的 而事实上 黄元申早就和佛家结上缘分了 早在1984年 他就认识了一位叫林国雄的饭学大家 黄元申告诉林国雄 自己很爱吃生肉 像牛肉 如果不是生的他就不吃 当时他的同事还叫他吃肉怪 之所以这么吃 是他觉得只有吃肉才会有劲 有力气练武术 听到这句话 林国雄开始劝他吃素 甚至还给了他一本佛教的书 让他慢慢感悟 黄元申看了书 思考了一个月 觉得自己和佛很有缘分 于是内心开始萌生出家的想法 奈何那时候他有妻儿 内心暂时放不下 只好带着一家人集体吃素 闲暇时 他还会在寺庙里居住一段时间 然后看看书 练练书法 这期间他一直戴发修行 直到1989年 或许和赵雅之那件事成为了内心的一个突破口 于是黄元申和家人商量 决定放弃工作出家为僧 起初 知道自己儿子要出家的时候 黄某一拳一拳地打在黄元申身上 希望儿子可以放弃这个念头 最后还是使歉语劝阻 才让黄家父母同意儿子出家 于是1990年 黄元申拜东南亚的圣医法师为师 法名为燕申 从那之后 他开启了修行生活 远离世俗的烦扰 每天早上三点钟起床 四点做早课 五点吃早饭 七点开始念经 一天只吃两顿饭 每顿饭的蔬菜果实都是他亲手在种的 当时有人问他 以后还会在出山拍影视吗 他回答 以后的事谁也无法预料 但是现在我不会再去拍戏了 世事无常 事业金钱是没办法永远拥有的 得喜失痛 放下贪吃 可与他的潇洒不同 妻子史倩宇却是独自带瓦十六年 为了照顾两个孩子 史倩宇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做早餐 然后先把大儿子送到学校 然后又把小女儿送到幼儿园 看着两个孩子都成功到达目的地 他再次返回家换上衣服 出门工作 下班回到家 他也不忘去看望公婆和自己的爸妈 有一次 黄某身体不舒服 正在工作中的史倩宇接到电话后 第一时间就赶往了医院 先是安排了黄某的病房 然后又每天煲汤 亲手喂到老人家嘴边 史倩宇这一番行为 让黄某一家人很是感动 可是当他们想到儿子的时候 就不由得感慨 也真诚地劝史倩宇改嫁 可他始终都没有迈出这一步 他告诉黄家所有人 黄延生的所有决定我都支持 我爱他 我会一直等他 这番话让公公婆婆一度感动到说不出话 他们想着 如果以后儿子还会回家 那一定让他好好对于史倩宇 到了2005年 57岁的黄延生终于还俗回家了 但他仍然保持着修行的生活 不愿意和朋友见面 甚至带着妻儿去美国隐居了 虽然朋友们很历见黄延生 可他们还想见一见他 于是这些朋友借着霍元甲25周年在聚首这个好日子 对他发出邀请 对于这次重聚 黄延生很感兴趣 可无奈路途遥远和长时间以来的隐居习惯 最后他依然未能和大家见面 时过境迁 如今黄延生已经淡出荧幕很久了 最近曝出他近况的 还是几十年前的好友梁小龙 梁小龙称 自己几年前曾去国外探望过黄延生 可黄延生全部婉拒了 他不想见之前的朋友 直至如今 黄延生很低调 虽然他已经还俗 但是佛家的规矩早已根深蒂固 所以不希望有太多人关注自己 更不希望引来更多的非议生 的确 黄延生已经74岁了 他不应该再被过去所牵绊 安心与家人过好未来的人生 才是他最需要考虑的 我们作为曾经喜欢他的观众 自然也无权干涉他的选择 只希望他能遵从内心 继续活出自己真正的人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余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请licõ 。